我想用了不起来形容武汉 NLP 武汉有活力 英雄 对我非常热情 可以用敬念这个词汇来形容 自己的印象就是非常热闹 年轻人很多 我是在疫情不好才能武汉的 但是我惊讶地发现 就是武汉整个城市都是非常的整形有序 每一个市民都是非常地有纪律 非常地有进行兴趣 迎接这个未来 到处都是生气宝贝 疫情之前 然后疫情过程中停顿了 然后在重启现在完全复苏 这一个过程都代表着武汉每天不一样的 一个很妥充充的一个词汇吧 我希望武汉和武汉本地人越来越开放 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武汉 还是百万不如一见吧 最大的希望还是信息化 特别是疫情之后 武汉的信息方面的发展非常好 我们有很多的合作 在地区域的预防水管理 水管理 但是也有外国交流 外国交流 未来预测到的流血旅游 如果是疫情以后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的通过 我希望在疫情过后香港可以跟武汉可以做到经贸商联 民心相通 大家也可以总结这个疫情抗疫的经验 好好地为国家和全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希望武汉有好征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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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